国君 搞什么 国君 搞什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乖武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国君 调职真的有那么难吗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其实在粉丝专业私讯我的人当中 有一部分的人都是询问 调职的相关问题 尤其是陆军士兵单位的人 最多 毕竟陆军是主战兵种嘛 人多、训练精实、任务又多 只要有机会 谁不想离开、谁不想离家境 谁不想到机关性质的单位 上下班 但是就算我跟你讲调职的方法 就保证一定可以成功吗 用正常的方法 调职成功的几率真的是不高 调职的水很深的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如果那么容易的话 陆军士兵单位不就都没有人了 曾经在自己服务的单位 发生了一件天壤之别的调职 一个女士兵因为家中需要有人照顾 打了一个加累案 希望由北部调整到中部的单位服务 这个女兵在单位的表现怎么样 其实陈嘉蕾案的这个女兵 工作表现还算不错啦 头脑也蛮精明的 也非常勇于认识 这个人事主管非常开心 就挂了电话 过了几天后她又再度来电跟我说 我怎么听到的跟你说的不一样 我听到的这个女兵 表现很不积极 长官交办的事项常常都没有完成 还很会闪躲飘耶 我就想怎么会 我就问那个女兵叫什么名字 她回我某某某 原来我们讲的根本就不同个人 后来我就找了那个女兵来问了一下 她才说 因为看到有人要调中部 她也想回中部 就跟家人提了一下这件事 家人刚好有认识一些军中的长官 就刚好帮她推了这一次的调职 所以她是没有上成加累案的 时间也比另外一个女兵还要晚 我却是先接到中部的人事主管 询问她的状况 长官交办的总是那么不一样 还问她想要什么样的职缺 让我感叹有老爸真好 我自己是一个完全靠表现 及本职学能晋升上来的人 我家人也完全没有认识军中的人 虽然晋升或调职的过程很辛苦 至少我心安理得 当然最后这两个女兵 都顺利调整到了卷助地的单位 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调职对于你来说 真的是件非常不简单的事 在我今办的调职人员里面 真正是按照正常程序办理成功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可能是我今办的案子还不够多吧 也或许你是很幸运的一次就能成功 但是我只能说 调职成功的要素真的有很多 你具备越多的相次 成功的几率越大 以上是我针对国军调职 真的有那么难吗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